受破坏的路面也有30公尺 土石流失凹陷也有3到40公分 这周来车辆只能单线通行 26号公路级玉璃公路段 特别先行右半边道路的巧修 铺设浑泥土起泊有 那因为凤凰台风的侵袭带来很大的雨量 这个地方的雨量大概是400到500左右的累积雨量 那导致上边坡整个有滩滑 包括雨水入盛 那导致我们边沟旁边的路面破损 然后破损以后就整个渗入到底下基层里面 那导致有一些沙土呢 细力要被带里导致路面一个凹陷 一场公路22.5公里处 上边坡非常松软 每一台风好雨就会滩滑 行程堵石流 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 部落的族人希望这个区段 有关单位应该要好好整治 当然我们这边这个山区呢 是水分会比较多 那我们一直部落认为说 是不是用这个水堵宝质这种方式 一层一前把它漆这个石头 然后顺利把这个水排出去 就两边排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让这个吐司 不至于这个流失 或者是会滑动 公路局玉璃公务段表示 该区段主要是属于立局层二地 长年受火山断层挤压的 吸散立局碎屑形成 也包含有年土层所致 上边坡我们道路部分呢 会进行那个水路的一个处理 那避免水 雨水呢在入圣 或是说在整个 雨水在冲到我们的路面 这样是我们这个可以一劳永逸的 做改善 上边坡呢 以后部分就是说 属于那个 国有财产的土地的部分 因为在公路用地放回外 那也就是说 那个国有财产局呢 能负担其他的水拔义务的责任 来进行做改善 目前该路段是维持单线通车的情况 三线通车 一届还要上个工作天 上边坡整置工程 还要再发包 工程经费大约需要1500万元 提醒用路人经过时 要减速留意 接着法罗华林玉里采访报导